今年的瓊丝碑出现了几位超级袭击的矮个子球员 像是在日本队阵中就有一位身高167公分的球员 富坚勇树 他的得分跟助攻都一把兆 可爱的娃娃脸更是迷倒了现场不少女性球迷 切入之后转身固人最后上篮吃掉两公尺高的常人 他是今年瓊丝碑日本队阵中最年轻年仅21岁的小巨人 富坚勇树 身高167公分体重67公斤 在球场上看起来就像是个小朋友 不过千万别小看他 因为他可是目前日本队阵中得分助攻双冠王 富坚勇树上个月成为第四位 获邀参加NBA夏季联盟的日本球员 甚至还在其中一场比赛中上场10分钟就攻下12分 不可思议的得分爆发力也成为夏季联盟中 球迷讨论最热烈的焦点球星 富坚勇树用球技证明矮将也能在篮球场上出头天 同时他可爱的娃娃脸也迷倒琼斯杯不少的女性粉丝 而富坚也希望未来能打进美国NBDL或是欧洲篮球联赛 继续挑战自己的小巨人篮球梦 日本队富坚勇树是今年琼斯杯的娃娃脸杀手 另外在美国队也有一个速度飞快的后卫 胜靠177公分 JUSTICE第二次来台湾打琼斯杯 他也是美国队赚重爆发力超强的得分砍将 这几天球迷来到琼斯杯观赏夏季篮球饗宴 除了亚邦中华队加油之外 也可以好好欣赏这两位人气破表的小巨人 在球场上勇敢挑战常人阵 永不放弃的品斗精神 有点TV许家荣 威处于台北报道